昨天,在提到关静明的时候,讲着讲着,内心就已经泛起了无限的悲哀与感慨 中国的资本界只为逐利而生,哪管天下苍生 所以今天,新闻又想继续聊聊深圳的城中村 因为城中村的故事才是成千上万的漂泊者挣扎求存的真实写照,以及点亮未来的梦想起点 我在本频道提到过几回城中村的故事 例如我在第152期所提到的广州城中村 每次提起都仿佛置身于那个握手楼的现场 看见了路边档的灯光,溪里常有吸气烟 不像买房卖房,这种近乎最后一搏的人生压宝 许多人的确会为了一个城市的梦想,投上一辈子的积蓄 然而,对于更多城市间漂泊的打工过客和年轻一族而言 都只是想简简单单的在城中村,找上一个吃得起睡得香的角落 哪怕是一片瓦或者一张床就够了 结果,对于深圳的打工仔而言 即便没有更多的指望,日子却变得更加的难挨了 为什么呢?因为逐利而生的资本 连城中村这片最后的穷人天堂也要刮肠搜肚 狠狠收割了 或许很快,深圳城中村常见的情景 包括一强二力的美女,香味缭绕的十四 还有那每日匆忙,为了三餐奔走的人们 都会慢慢地淡出这片穷人最后的天堂 成为抹不去的城市记忆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视频的最后 跟着镜头,随便走马一下深圳城中村最后的热闹景象 南宫租房费 因为国家鼓励就改,资本便扎堆捞钱 改开四十年,总也少不了这一出 变着法子穿钱的怪象 也就是说,帝国利民的政策一旦出台 总会为各路神仙的资本带跑偏 国家原本期望,房产巨头们做长租公寓 做长线的投资,去迎合市场的租房需求 减缓上涨的房价压力 结果满脑子都是快钱和盈利的 资本巨头们,却把长线的工作当成了短线的投资 只想把成功春装修一下,然后就加租两三倍 就可以快乐的炒韭菜了 这些无良的房地产公司 既想哄抬售房市场 又想收割租房市场 良心真是大大的没了 四年前,牵头深圳就改的万科 在深圳上百个城中村中拿下了两千栋房源 房间数量高达八万件 结果现在,满脑子都是割韭菜的万科 其庞大的万村计划 让城中村的农民房 摇山变成了公寓房 直接导致了房租的火箭暴涨 例如福田的城中村 就是因为万科推出的长租公寓 迅速抬高了城中村的租金 让收入不见长的社会底层 生存压力瞬间加倍 以曾经拥有十万打工仔的深圳名片 富士康为例 自从万科进驻富士康龙华工厂北门的 清湖新村后 大刀阔斧的所谓旧改 导致周边的租金一年一个飞跃 单间月租金就高达七八百元 已经超过了打工仔底薪的三分之一多 更为此导致了深圳富士康的员工们 被迫联合起来 一致要求厂方加薪 所以连同工厂也一栋掉进了 这个旧改的陷阱当中 漏门日益久 恶性循环之下 活不下去的韭菜都会跑了 于是乎万科精装修的房子 也都租不出去了 万科自己酿下的苦果 只能自己吞下去了 目前万科未开工的改造房源 还有一半以上 以每间房月租一千 违约金按三个月计 万科这笔违约金就高达一点二亿 而且 无论万科开工与否 都必须支付给房东 真的是早至今日 何必当初呢 问题是 万科现在见识不妙 可以生吞苦果 可以承担巨额的违约金 可以撂挑子 让万春计划紧急刹车 但他身后的烂摊子 谁来收拾呢 现在的很多城中村 农民房 都被二手房东跟风装修了 而且仅仅是刷了一下墙 安装了空调和热水器 跟着放了一张床而已 于是房租就可以翻倍了 要命的是 飙升的房租是不会掉头的 万科炒高了面粉的价格 自己不吃面包没有问题 但成千上万 想吃面包 却突然又吃不起的人 可咋办呢 当面居者私 高房租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许多此处不留爷 自有留爷处的打工仔 纷纷逃离了深圳 外迁到东莞 惠州等地 毕竟 租个房子 就要用掉收入的三分之一 甚至于一半 这样干下去 比房奴还累 人生也失去了趣味 说一千到一万 房价可以疯涨 房租真的不能疯涨 因为房价的上涨 可以用买房者未来的钱 来支撑 来消化 房租的上涨 则直接受到了 租房者收入的刚性约束 买不了房的人 可以去租房 租不了房的人 就只能露宿街头了 可谓姿势体大 关乎社会的稳定 对于已经习惯 高周转的地产巨头而言 都不会存量运营 当念居者司 万村计划的一名项目负责人 廖伟 就一语道破了天机 他说 万科玩的 可不是旧改 真正的旧改 要涉及申报 工事 招标 补偿 安置 拆除建筑 等等万常的流程 投入的成本巨大 耗费的时间漫长 而且 不确定的因素 又太多 相比之下 万村计划 进行城中村的所谓综合整治 就简单太多了 只需要和房东签下租约活动 就可以立马动工了 于是乎 这样挂羊头 卖狗肉的短瓶块方式 直接造成了深圳城中村的没落 和彭征打工族的悲剧 如果您赞同 不妨在评论区中打入是 或者干脆怒怼一个否 词词词曲词曲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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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